法界真爱无所不在 请收看由王日生主持的 法界真爱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日生 上次我们请到了 玄奘大学和福人大学宗教系的教授 召会法师来到节目当中 谈到了有关于戒律的一些问题 也提到了为了要仗义直言 护教的过程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殊胜 反应也非常热烈 所以我们这一次再次请到召会法师 来和我们谈谈究竟佛陀的教义 就是人间佛教要如何落实 先请召会法师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问身好好不好 是 日生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很欢迎您 欢喜看到您的前来 因为就会带来智慧的光明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 在我们渐渐深谈的过程当中 了解到您对于人间佛教的福音 跟真正的了解 那可是在目前的 不管是汉传或是藏传的佛教当中 似乎都会有将佛陀神格化的 这样的现象 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 应生导师对这方面呢 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分析跟反思 佛陀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被神格化的 我们可以考究一下 因为佛陀他的出生背景 就是尼泊尔一个小邦国的王子嘛 是一个太子 即舍弃王威尔出家的修道人嘛 修道成功了 因此被称为佛陀 所以用一句禅神的形容 他们基督徒说 耶稣是道成肉身 可是他们说佛陀跟耶稣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佛陀是肉身成道 道成肉身跟肉身成道 所以呢 对佛陀赋予太多的神格化 其实是远离佛陀平时的人间精神的 但是人类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就是人容易把他自己的欲望投射出去 这叫projection 外设作用 他希望拥有他没有的 他希望他能够 比如说长生不老 他希望他能够法力无边 等等等等 那他事实上是有局限的 于是他外设出来 认为有一个大力的神奇 能够满足这些愿望 他就是永无边计的 长生不老的 他的能力是无限的 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幻想出 幻现出的那个对象 然后自己又把他对象当作是我的崇拜者 来崇拜他 那因此呢 这是一种宗教心理的常态 那可是佛法呢 却正好是要颠覆这些的 所以要颠覆就是说 从佛法 佛陀所证悟的 缘起的理论来说 缘起的法则来说 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可能 有任何一件法 任何一个人事物是永远存在的 是长生不老的 是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知的 缘起的世间 一切都是有因缘局限的 那佛陀也不例外 他也是因缘聚合而生 因缘离散而灭的 一个相对稳定的个体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他觉悟一次 一次他没有优悲脑苦 不会因这样 有了一种希望自己 如何如何的错误期待 而颠到梦想 因此他自在解脱 那他也当一个老师 先觉者再觉后觉 让我们也能够 依循这一条古先人道 这个觉者的八正道 达到同样的一个 解脱自在境地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所以在他的身上 印证不出所谓的永恒不灭 因为他所印证的法则 就叫做无常无常无常 因缘生法必然会受限于 因缘的推移而无常 我想因缘生灭 跟缘起信空 当然缘起我们知道 是从佛陀开始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诠释 不过我觉得龙树菩萨 我们现在称龙树菩萨 他也真的是了不起 因为他将佛陀这样的思想 更加近的一个推演 他说起的就是 信空的 缘起信空的这个思考模式 这也很逆向思考 就是他连假必衣食的可能性 他都不要 他也不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 迷思也破解 人们容易接受吗 这也是一个核心 因为龙树是一个 有很高智慧的人 他对于缘起的掌握 很清晰 很锐利 而且他看到了当时佛陛子们 不知不觉又走向 总是要在一切假象的背后 抓住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 认为如果没有那个真实的 那个本质作为依据的话 就不会出现那些假象 我们举例来说 譬如说这个本质也许叫做善良 或者说是德行 或者之类的 对 它的本质比如说 是最小最小的唯利 极唯 从最小的唯利组合成了每一个人 或者是动物等等的个体 或者其他的事物 那也有一些认为说 不是没有所谓的唯利 其实最终极的真实是心事 还是有个心事 对 对 对 有个心事 是由心事转现出一切的物相的存在 那么诸如此类的思考模式 都是假逼一时的思考路线 但是佛陀他抓住缘起的脉络 回到缘起他认为 其实现象界的这一切是 确实是虚幻不实的 可是虚幻不实背后并不是有个真实 我们不必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虚幻不实的本身就是因缘推移的过程 你在因缘推移的过程中找不到所谓的终极真实 那这就是缘起性空 所以性空不是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说要掌握性 这个性就是本质 要掌握本质是不可能的 没有所谓的本质 所以性空 这叫无字性空 无字性空 对对对 对大家来讲 也许可能要稍微花点脑筋进入一下 再去深思一下 不过这里是好事情吧 对 所有的一切都有它的因 它的因缘法 如果从这样子来看的话 把很多东西拉长去看的话 事实上是没有一个所谓叫做实有的东西 你要去依靠 这真的是会让大家会不会心生怯懦 是 就是说对众生的心情来讲 如果没有那么锐利的智慧去体念他所说的东西 他们会觉得说 那什么都没有 那我到底依附什么呢 事实上佛祖 龙叔也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啊 对对对对 他就说现象界本来就这样呈现 对对对对 你只是不要去抓那个真实 认为有一个背后的真实这样子而已 可是对于这些一般人来讲 他就觉得说奇怪 那好吧 比如说没有真我 他认为没有假我可以啊 可是要有个真我啊 那没有真我的话 谁在成佛啊 谁在成阿罗汉啊 对不对 那没有一个我的话 谁在轮回生死啊 对不对 谁在接受报应啊 所以他们老是要抓住一个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叫做我 不管他是一种极小的呈现 或者极大的呈现 高高在上的呈现 还是深深在内的呈现 他总是要抓一个东西 对这个东西让我们要细思量 那事实上呢 赵慧法师在跟我们讲 事实上就是佛陀本怀 跟他的本来的真实异地的东西 那这个异地呢 又这么样的难以述说 所以回到佛陀时代就可以印证了吗 回归佛陀本怀是可以的 回归佛陀时代是等意的吗 对 所以我常常讲 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宣告 很多保守派的僧侣 声称他们是要回归佛陀时代 那我佩服应孙导师就这样 他说他不是复古论者 他也不是愈后愈心论者 也就是说 未必见得这个世间的一切 都在进化状态 有些时候可能是退化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认为说 一定是复古就是最好的 有种复古的迷思 那事实上 古时候的那一切呈现 是在古时候的因缘底下 佛陀在古时候 2600年前的印度出生 他在当时的因缘条件里面 掌握到因缘条件的相对最好 来做到最大发挥 那就是佛陀的功德圆满 但我们今天如果已经到了 今天的时代 是一化的时代了 然后我们坚持 所有的一些一化的设备 完全不用 我们要回到那个 古印度农业社会里面 标榜那个叫做原始佛教 那请问这有什么意义 你跟退回到走时光隧道 回去做古人算了 因为你这一套佛法是现代的人 完全没有办法融入的东西了 所以我想这套佛法师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也是我们在 因缘导师的著作当中 或者他思想集当中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就是 此时此地此人 他的重要性又是如何 是 此时此地此人是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因缘导师讲到 当年呢 新儒学者梁宋敏先生 他到汉藏教里面演讲 当时他就讲到他自己 为什么由佛入儒 梁先生他原来是佛弟子 但是后来还是进入新儒家 但是老年了以后 听说他又回到佛教了 那这个是另一段公案 但是当时他是新儒家 他说他为什么要入儒呢 是因为他觉得 佛法他还是认为非常的好 但是那是一种生命元寿阶段的好 但是以现在当时的中国的情况 国难方英 然后民生凋敝 他认为应该要先 让这个社会健康 所以他要走一个 比较积极入室的路线 因此他讲到此时此地此人 尤其他不满的是说 为什么很多佛教呈现出来的 就是他方他方 总是要赶快走到他方去 这个地方弊之唯恐不及 对 那所以他认为应该要 就着这个土地来做建设 要关切这个土地 在我们周遭的人 在这个时代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应时导师听了以后 真的是如雷贯耳 深刻的反思 为什么这样一个佛学大家 会走到儒家 于是他才重新去检视 也去反省佛教走出来的路 是什么路 那然后他提出 经过他在教室跟教理方面的 全面的专研 最后他用一个浓缩的 类似口号式的一个标语出现 叫做人间佛教 事实上这个人间佛教四个字呢 背后是有很庞大的 底层的一些教理跟教室的根据 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人间佛教的形成过程 或者是这中间还可以做的建设的工作 或是补强的工作 事实上都可以的 佛教就是如此开明的一个大门 那我们也都知道 事实上呢 应顺导师跟太虚大师也交过手 那其实他们两个的思想 也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连续性 那是不是可以请问一下 太虚大师说的人生佛教 跟应顺导师说的人间佛教 不同点在哪里 应顺导师是太虚大师的学生 他是非常敬重 甚至于非常怀念大师的 那太虚大师会提出人生佛教 背景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上轨 从殷商以来就上轨 认为人死为鬼 那所以呢 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如何去 帮助那个祖先的鬼魂 尤其是在这个儒家的后葬九三文化之中 要好好办一个轰轰烈烈的喪事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佛教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工业圈 也被整个拖下去了 所以出家人就忙于做一些喪葬事宜 感知灿 对对对应付金灿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 很多的身格身品的低落也与此有关 那然后佛教大部分能量拿来放在这个地方 其实也不大 所以太区大师会认为 应该要回归到人生佛教 是人的 不是鬼的 是生的 不是等到死后才去超度的 那种宗教叫做人生佛教 那所以殷孙老师是完全接受这套理论的 他只是说发现到 从中国他会常常想 中国佛教为什么演变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中国这边出现的问题 还是在印度就有问题 于是在他作为一个学者 又回到印度那边去做研究 就上说印度的佛教时 发现到说 印度佛教就已经有变职了 这个变职是 印度是一个神化的国度 他们已经渐渐把佛陀当作诸神 当作一尊神 那然后呢 很多地方都已经慢慢倾向神格化 然后对于佛教呢 也倾向于是天国的佛教 天堂的佛教 好我们从这套会法师的说法 我们知道在印度上 他们变成一个凡天思想的 一个天神化的佛教 跟在汉传的佛教当中 变成一个鬼神化的 依规的方向 事实上都有为佛陀的本怀 所以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来就这个部分进行 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非常谢谢找会法师 我们马上回来 今天节目是 法学真爱 了解